停車場外拉起封鎖線 警方也到城管制 現場還有塑膠零件 鋼鐵片還凹了一個圓弧撞 就是因為這片鋼鐵 扎死了一名彭信男子 事發在6號晚間5點多 台北市市大商圈附近的一處停車場 當時45歲的彭信死者 把車停好要下車道 按了鐵捲門的開關 但不知道是鋼索滑落鬆脫 頭上的鋼鐵片扎到他 右腳開放性骨折 同時失去生命跡象 送往台大醫院搶救後 人生苟不至 鋼鐵片是45歲的彭信男子 開的是木工工程行 30年前買下這裡 把車停到地下室 當作倉庫使用 而鋼鐵片是大門 彎入護城河半 可以伸到45度角 上週有看到 要找鐵工更換鋼鐵片和鋼索 很驚訝怎麼會發生意外 也很好奇這裡不算危險嗎 從航空到偏海看 民國八三年前就寫屬於寄送危險 平時是用不得再恢復 但到底是人為因素還是機械故障 檢警將會持續調查 但這回巡視完工地返家 萬萬沒想到 自蓋的停車場門口 卻成了奪命地點 記者綜合報導 曔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